踩到一个铁钉木板 小木板大概这么大这样 我就要踩下去 很严重 感觉上好像要穿过的感觉这样 回想起小时候的惨痛教训 让副总统赖清德忍不住笑出来 穿上深蓝色衬衫 搭上轻快的音乐 让民众看到赖清德 没那么严肃的一面 预告将要和大家分享 在新北万里老家生活的过往 赖清德的YouTube 在三号正式开张 接下来的一个月 大概一周会推出一支影片 主要是谈论过去人生的小故事 联署上也搭上时事 跟大家推荐近期超夯的台剧 《人选之人造浪者》 照片中赖清德单手插口袋 微微靠在办公桌上 身旁有一群年轻幕僚围绕 几乎百分之百 还原影集的剧照 赖清德要拉近个年轻人距离 不管是跑行程 或是接见外团 甚至是体验时下最流行的美食 他近期也在IG上频频推出reels影片 一周大约三到四篇 每一部 点阅率都超高 观看人数平均两万人起跳 不过现在外界也很关注 赖清德是否会出席 我国友邦巴拉圭总统当选人的就职典礼 总统你今天接待日访船会来 有计划访美或其他行程吗 对对 谢谢 市长请问如果我们去就职典礼的话 会过去美国吗 这个还在规划当中 如果说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我不适合讲 距离八月的就职典礼 还有一段时间 外交部余待保留 等待时机成熟 自然水到渠成 华视新闻张新闻张震杰 在台北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余杰一起看新闻吧